美里市长于小山表示 老年友好城市和社区和儿童友好城市倡议 现在已被美里市政局纳入为战略计划中两个重要计划 以实现美里社区良好健康和福祉的目标 他今午出席美里市政局与马来西亚科亭大学签署 老年友好城市和社区合作谅解备忘录活动上致辞时指出 美里市政局意识到包括美里市在内的沙拉越人口老龄化问题 以及为美里人民的福祉制定行动计划的重要性 有鉴于此 他们正在寻找并最终找到了实施阿富克的明智合作伙伴 他说 科亭大学与他们进行异想合作 最终目标是根据联合国老年人原则 将美里市转变为对老年人友好的城市和社区 他称 美里市政局与马来西亚科亭大学签署谅解备忘录 标志着这一为期五年的崇高合作的开始